鸳鸯大道闯空门 自拍活春宫露线 美国一家人搬走前 拜托邻居帮忙收信 邻居周一发现 隔壁出现辆没看过的车 他好奇决定一探究竟 却意外撞破一场激情的火辣自拍秀 小两口被抓包 女的吓得光着身子逃走 男的开车落跑 两人都忘记带走偷来的摄影机 警方从自拍活春宫中 发现女子原来是熟面孔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这个贯切逮到 活春宫的男主角 当然也逃不了被通弃 警方推测 两人可能因毒引发作而闯空门 却留下活春宫的窃盗罪证 东新闻邓和报导